东尼亚家的家族历史在世卫的俄罗斯族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祖父和外祖父是中国人 而祖母和外祖母都是俄罗斯人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 从山东河北出来闯关东的几乎都是青壮年男子 当他们中了一部分人来到额尔古纳和两岸后 由于和俄罗斯少女经常接触 日久生情便组成了很多混合国际的家庭 这些家庭往往枝繁叶茂日渐庞大 再后来这些家庭逐渐聚集到了世卫一代 他们的子女便是世卫的第一代华和后裔 也往往是在彼此之间组成新的家庭 他们大多在当地的农场和牧场里工作 很长时间里 这些华和后裔都认为自己是汉族 1989年经民政部批准 将我国的华和后裔正式改为了俄罗斯族 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 中国境内的俄罗斯族总人数为15609人 是中国22个人口少于10万的少数民族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的俄罗斯族主要集中聚集在新疆西北部 黑龙江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 俄尔古纳市等地 在俄尔古纳市境内 离世卫有大约100公里远的恩河 也保留着浓郁的俄罗斯民族风情 在蒙古语里 恩河的意思是和平 俄尔古纳河的一条支流 浩鲁河在恩河的北面流达 这座小镇上 民居全都是俄罗斯风格的木屋 恩河镇上 老曲家是最老的住户之一 他们家的故事在这一带也广为流传 我家是河北的 河北新城县 新城的 但是我这爷爷呢 那时候家里啊 十年有久灾 不是老灾就是汉灾 没办法 那我爷爷看这怎么整啊 说不能在家这一小伙子 在家你说这么靠也不是个事啊 哎呀总怎么说 从昆东吧 到东北去从昆东 十九世纪末 德国开始兴建工程浩大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铁路兴建过程中 德国曾多次派人到五座山东 河北 河南等地招募公园 前后打几十万人 而在同一时期 青州胡叶改变了延续两个半世纪的封闭政策 开始鼓励内地人民前往东北啃荒 闯关东 是当时中国北方 特别是山东河北两省青壮年的一堂军 曲德新的原演 就是当年千千万万闯关东大军中的一员 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两股移民浪潮 都指向了亚洲的东北部 后来他们在那一干呢 就干了一段时间 你干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们还干了一段什么扣砖披萨 扣那砖 在那里扣砖 中国人什么都会干 不管是种菜 干啥都行 后来我这爷爷他们就干了时间以后 感觉到那啥呢 那时候真敢有一次 在满洲里闹鼠疫 闹了鼠疫以后 人死了很多 我爷爷他们琢磨说不行 这个地方咱们还真不能摘 如果在时间长了以后 容易咱们别穿上到咱们头上 那咱们也就麻烦了 命就打了 许德新所说的满洲离鼠疫事件 是中国近代历史上 发生在东北地区一次极其严重的传染病疫情 从1910年10月到1911年3月 在满清王朝的最后一个冬季 六万多条生命 被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鼠疫吞噬了 从满洲里开始 疫情沿铁路一路难下 一时间犹如江河决堤 不可遏制 当时俄罗斯远东地区 尤其是赤塔一带的疫情并不严重 许德新的祖父就和几个同伴一起 越过了俄古纳河 来到赤塔南面 一个叫做巴雷亚的小镇 很快他们凭借着中国人特有的勤劳和质卜 取得了当地人的信任和尊重 时间久了 他们也都学会了俄语 有了很多俄罗斯的朋友 这时间一长俄罗斯人别有和咱们取得联系 他就考虑到你姓张 他姓王 他姓李的不好叫 他就干脆就给你们都请俄罗斯名了 你叫瓦西里 你叫伊万 那个叫迷世 那个叫巴什 巴什克 他就给都给你称名了 后来我的爷爷就叫瓦西里 他叫瓦西里 这一时间干的很长 瓦西里在那 我爷爷他们干的也挺好 也受到了他们当地政府的信任 说你们看中国人确实能干 非常好 后来也有很多的朋友了 朋友也很多 所以说这朋友在一起 俄罗斯人也比较讲究 他们也是好喝点酒 在一起玩 偶尔在一个场面喝酒的场面上 他们就开始开玩笑 实际上就想逗逗我爷爷 说瓦西里 想不想在这找个媳妇 我爷爷那时候 二十来岁十八九小伙子 他也总问 也该找 应该找一个对象 说行 找一个吧 虽然是开玩笑 但是这些朋友 还是把一个叫做 亚利桑德拉的姑娘 介绍给了瓦西里 对瓦西里来说 身在一国他乡的孤单 使他对爱情更加渴望 他鼓足勇气 找到了亚利桑德拉 问姑娘 能不能嫁给他 当时的俄罗斯远东地区 商品非常匮乏 姑娘们喜欢的杀群 很难买到 而在所有杀群里 一把壮 也就是一种非常柔软和轻薄的杀群 是最为珍贵的 也是那时候俄罗斯姑娘们 梦想中的礼物 就为了亚利桑德拉 这个劲似顽强的要求 瓦西里骑着从朋友那儿 借来的一匹马 昼夜兼程 向中国境内赶去 从赤塔南面的 巴黎叶到满洲里 有好几百公里的路程 但令人失望的是 这里的一把扎杀群 已经都卖完了 瓦西里没有犹豫 立刻又向二百公里外的 海拉尔进发 当时的海拉尔 已经是一座鞭毛重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